今天的主角是高原鼠兔 它们全身灰黄色 黑色的鼻尖和嘴唇 体长14厘米到20厘米 体重130克到200克 高原鼠兔广泛栖息在 海拔3000米到5000米的高寒草地上 其分布范围与青藏高原 的范围几乎完全重合 非常对得起高原鼠兔这个名字 高原鼠兔居住在自己挖掘的 地下洞穴系统里 以关系紧密的家庭作为生活单元 可以达到极高的种群密度 白天来到地面进行取食和活动 遇到危险就躲进洞里 晚上通常都是待在洞里 不到地面上来 高原鼠兔一年四季都保持活跃的状态 即使在青藏高原超过半年的寒冷的冬天 他们也不冬眠 正是因为高原鼠兔肿群庞大 全年活跃 是众多捕食者的饕饱大餐 雪豹 狼 松熊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要吃它 兔孙 藏狐 爱幼和香幼这样的中小型的食肉动物也要吃它 甚至天上飞的大狂 烈笋和宗文富小霄等猛禽都会捕食蜀兔 可见蜀兔是高原食物链的重要一环 此外 高原鼠兔挖掘的地下洞穴 还为大量的小型动物提供了栖息场所 是免费的地场工作者 同时 挖掘过程中间促进的地表与地下物质的交换 也有利于植物的多样性 所以 高原鼠兔被视为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中的 关键物种 如果少了它 这个本身就很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 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每一个生命在大自然中都有它的价值 在我们还不了解一种动物的时候 不应给予片面的印象或者评价 而对这一种动物做出判断 比如说 这是异虫 那是害虫 这种动物应该消灭 那种动物要保护 人类的自私与傲慢 很可能伤害了大自然 同时 也伤害了我们人类自己 让我们独立思考 并尊重每一个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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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onte转omes类効 感谢观看